汉光40后演习采无剧本无剧头模式 为了强化全社会防卫任性 现在总统赖清德才是 拟定阶段性目标 要进行汉光的前导演练 在今年12月进行桌上宾推 明年6月的第4次会议 将会衔接汉光演习 进行前导演练 进行无剧本小规模的各项演练 而无剧本演习当中 也纳入关键基础设施 提高防护量能 内阵部盘点全台关键基础设施 一共分成八大类 例如机场 重要港口 重要车站等交通建设 就包含在其中 除了交通之外 包含中央与地方政府机关 银行与金融 紧急救援与医院 高科技园区 能源 水资源 通讯传播等等 总共八大类 三百一十座 而为了达到全民国防目标 全社会防卫任性委员会 邀请四位顾问 包含国防安全研究院 董事长霍守叶 联电创办人曹新成 以及负责战略物资盘整 微生运送的产业代表 全联实业董事长林敏雄 还有中国佛教会理事长 禁药法师 大合照排排站 清一色西装笔挺 只有禁药法师身穿身袍 格外显眼 其实过去 他曾经误入歧途染上毒瘾 之后因人忌讳接触佛法 投入关怀受刑人行列 投身公益 这次获聘委员 担任民间代表 全民国防从日常做起 落实到地方举办兵推演练 持续强化台湾防卫任性 华氏新闻祝福军 陈建达台北报道 嗨大家好 我是影桐 想要来抢先掌握 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氏新闻的 YouTube频道